本港多個工會趁五一勞動自發行遊行 爭取落實最得工資後,要立法設立標準工事 其中職工民發起的遊行由華園出發 遊行到中區政府總部 大會說有3,100人參加,而警方就說有2,000人 最得工資法例今天起實施 不過有參與遊行人士就說 雖然收入有所上升,但仍然未夠解決生活負擔 遊行人士在政府總部向特首責任權 和一眾高官人形紙牌訂雜物,傍晚陸續散去 職工盟的李卓人說實施最低工資不會拖高失業率 並要求政府儘快為標準工事和集費談判權立法 28元的最低工資當然會令到最低薪的工人受惠 但如果高於28元那些 其實他們都是需要分享繁榮成果 而加工資當然低薪工人以前沒有加過 現在應該加回 但其實中等收入的工人 其實他們現在的工資很低 也加不到的 所以我們覺得全香港的工人都應該走出來 爭取集理談判和標準工事 現在也是很多打工仔女加班沒有補水 這個也是很多工人的不滿 我們希望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年年舉行 年年繼續去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 香港天后記者文家後報道